我身后的就是康百万庄园的一套宅院 这个宅院的内宅里边有这么一座床 非常体现了这个康百万当年是多么多么的有钱 这一套床就现在我估计能指北京的一套四合院 不信咱进去看看 上集咱们讲过 拱义康氏家族通过明清两朝十二代人的经营 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 而他们居住的康百万庄园 更是与刘氏庄园、牟氏庄园 并称为中原三大观宅 庄园兴盛时 占地240多亩 33个庭院 73孔窑洞 1300多间房屋 可惜这些房子后来有三分之二 分给了当地人居住 现在的规模只剩下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不到 还记得咱们前面有期视频探访过牛状元府吗 牛状元的儿子牛轩做了康百万家的女婿 而上面的这块匾就是牛轩的作品 如今是难得一见的中华名匾 刘于匾 讲的是欲试留有余地 赚钱让别人一分的道理 当年这被作为康府家序 这是一套二进式四合院建筑 是玉西地区典型的建筑形式 这间东乡房是给新婚夫妇居住用的 外面是丫鬟房 往里走是接待客人的厅堂 最里面的就是新人居住的卧房了 卧房里正中央是一座顶子床 这又叫床屋 当然这张床不是咱们要看的那张 这张顶子床和亭堂设置的家具 看起来更加成熟稳重 这是这个院子里第二代人居住的屋子 在屋子的一角有一张座榻 相当于现在的沙发 这在当年算是高档家具了 这座正房比两座厢房都要高大 他是康家第十六代康吴燕的妻子 肖氏的卧房 肖氏活到了民国时期一百岁的寿淡 而这位老寿星竟拥有这么一张 价值连城的宝贝 三进雕花顶子床 顶子床像一座房屋 而这座床竟然有三进之多 他通身用最为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 道光皇帝因为用奢侈的金丝楠木做龙恩殿 被骂了一百多年 可见金丝楠木有多珍贵 这张床长宽高都是两米多 由床体床顶等五大构架三十七部分组成 铜体竟然没有用一根钉子 却可以自由拆卸 他由十几个能工桥匠 耗费了一千七百多个工时 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做成 不但在康家 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顶子床 整床全部满满的浮雕 最上面雕刻的是状元极地和威武的仪仗队 中间是身穿官服的官员 侧马奔驰春风得意 衬托的云朵 灵枝意味着青云之上 前沿下垂四个大连碰 活动自如的七个连子有连生贵子之意 正宗的福禄寿三星 寓意三星高照 福寿安康 床柱雕刻为竹节形 隐含了高峰亮节 竹抱平安 还有麒麟颂子 蝙蝠献兽 四季平安 吉祥如意 各种精细雕琢的装饰浮雕 千变万化 神行兼备 而且这张床不但有供主人休息足够的空间 甚至还设计了丫鬟伺候主人的空间 可谓是豪华至极 怪不得老太太能活到一百多岁 那么这张床今天能值多少钱呢 您算吧 单是五年高级工的工时费 一年就得上千万 加上昂贵的金丝楠木 还有它作为文物的溢价空间 这么一座视所罕见的古床 价值上益不是问题吧 有钱是真好啊 是吧 这顶子床 这不整个就是一屋子吗 我就想过啊 我住在这顶子床里就不需要屋子了 把它搬到外边来 也相当于露营 对不对 然后它还有这个 丫鬟伺候主人的地方 设施完备 这样的床啊 我是睡不上了 真的是 这是北京的一套四合院 门口这两块石头啊 一般人来来回回不注意啊 但是这两块石头啊 绝不是一般的石头 这是非常珍贵的门枕石 这门枕石三面都有漂亮的浮雕 是康家石客精品中的精品 什么家和万事兴 拜师求独 慵懒的石狮子趴在地上 既体现了巨富之家的门风 又表现了富足的生活状态 给大家看看清代富豪的卫生间是啥样 这是马桶下面的毛坑 为啥拍这个呢 我想看看这是真的厕所 还是为了旅游展示用的 康家把书房改成了厕所 或者说把厕所改成了书房 为的就是在上厕所的时间 也要抓紧读书 保读文章 才是康家从河洛走向全国 连续富裕了十二代人的根本原因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外面拍摄 时间有限 电脑也不顺手 只挑了一些时间比较短的片子制作 等回去以后 咱们将更新更多这次形成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